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 先先先 It's like you're turning us into I don't know what man What? You're turning us into You are yourself right now 首先有三个重点你必须要记起来 第一 全程上下不要多过三个颜色 第二 其中一个颜色一定出现两次以上 最后回归大自然 没错 就是粉红灰与白色混搭 这是一种恋爱的滋味 也是传说中的韩系feel 这种色调 置在一种小清新女神的feel 人家就好像欣赏樱花这样子欣赏你 深不可测的黑蓝灰 让你在做不管怎么样的穿搭 都多了一份深度 Fashion Boy的衣服 80%都是这个色系的 原因是因为它真是非常的百搭 也适合各种皮肤的颜色 来到海边 两个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 没错 蓝色 还有卡其色 这个也是传说中韩剧出现率最高的色系 那基本上卡其色是百搭色来的 如果你配什么颜色给它 都肯定是on的 至于上次那不懂是警察还是pilot的帽子 原来它叫做 Great Fisherman's Hat 又或者是叫做Baker's Boy Hat 谢谢我们聪明的小飞线吧 没错 橙色黑色配灰色 就好像你在烤肉的时候烤炉里面的炭那样子 多么的hot 大家看到你 都想要被你烤一烤 那这个颜色非常不适合皮肤黑的人穿 因为穿了过后 也会看起来像是一个被烤到焦了的肉搏 就好像玫瑰花 自成一格 一出场只可以轻易的吸引目光 所以这个配色比较适合在特别的场合出现 然后你可以走一些比较有editude的路线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有editude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确保你皮肤够白 这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色系 蓝天白云 看了自然好心情 那至于在天空上面会有什么呢 没错偶尔会有一架Air船飞过 所以来顶小红帽 非常的合理是不是 所以结论是 大家本身是很奥妙的 所以我们要多出门 不要天天只关在家里刷手机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再看个八次 看了也按赞我为止 现在快点去tag一个你身边 只是喜欢穿黑和白的朋友 嘿嘿 也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 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也要记得把小铃铛打开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影片的消息咯 我们下集见 拜拜